其实学新技术是有套路的 我是怎么做到很快就能上手新技术 并运用到项目中的呢 这个视频给你答案 看完后相信你的学习效率会事半功倍 大家好我是鱼皮 今天我想挑战一下 用几分钟的时间带大家上手一门新技术 就以当下非常流行的ETCD云原生分布式存储中间键为例 给大家分享我快速入门新技术的通用经验和小技巧 那这个视频也是极简的ETCD入门教程 保证能让你会用这个技术 但并不会有什么很深入劝退的东西 学费的同学记得点赞收藏一键三连 如何学好一门技术从入门到入土呢 一基本了解 先搞清楚我为什么要学这个技术 那有同学说了 找工作要求的 好那要明确几个问题 一这个技术是做什么的 二它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三适用于什么场景 那为什么找工作要求它 对不对 那就以ETCD技术为例 一般我了解一门技术会先去看它的官方文档 或者官方开源仓库 能获得最官方的定义 哎呀 这话说的好官方 官方说了 ETCD是够语言实现的 开源分布式建值存储系统 它是做什么的 存储建值对数据的 有什么优点 简单 易用 安全 高性能 可靠 高可用 适用于什么场景 官方也说了 好多公司在用它 大名鼎鼎的容器管理平台 K8S就使用了ETCD来存储集群信息 还有什么配置管理 任务调度 分布式锁 服务发现 听到这里 可能学过后端的同学会有点想法 这不就是ZuKaper Redis吗 你还真可以把它们理解为同类的中间件 能解决的问题都是差不多的 那为什么还要学ETCD呢 毕竟它是够原实现的 会更轻量 易不属 性能更高 所以比较受大厂的青睐 那如果你的目标是进大厂 学着的技术会非常加分 我看了这么多份简历 基本上没有同学在简历上写着的技术 那毕竟教程比较少嘛 大部分同学没教程 是不会学技术的 但我这个视频出来后 相信会有更多同学了解和运用它吧 学技术第二步 快速上手 先不要管它为什么高性能 高可用 什么RUFT算法 怎么用它实现分布式锁 发现而是要先快速上手 通过写demo等实战的方式 快速用制的技术完成基本操作 不要一上来就看一堆理论 怎么用呢 还是要看官方文档 换位思考 如果你创造了一个技术 肯定也要写一个最容易上手的例子 来吸引别人去用 那首先我们可以使用官方提供的playground 来玩ETCD 便于学习理解 那小圆圈呢 就是我们ETCD服务器节点 和所有数据存储中间件一样 ETCD的基本操作 无非就是增删改查 比如写入一条建制队数据 然后根据建名来读取数据 还可以根据建名的前缀搜索数据 当主节点挂掉后 比如说往线干断了 我们需要重新去选举一个主节点 但是我们会发现 并没有新的从节点成为主节点 因为还剩了两个节点 一人一票 谁都不服谁 那这种现象也称为脑裂 然后我们再启动一个节点 会发现有节点被选举为了新的主节点 大概就是这样 暂时没必要深究背后的算法了 能理解ETCD的基本操作和选举方式就行 了解了基本操作后 我们要在自己的电脑上安装它 直接进入官方的下载页 找到自己的操作系统 复制脚本 在终端中执行即可 安装完成后 我们会得到脚本 分别是ETCD服务本身 ETCD客户端 用于操作ETCD 比如说读写数据 执行ETCD脚本后 就可以启动服务了 服务默认占用2379和2380端口 启动ETCD服务后 你就可以使用客户端来操作ETCD了 比如写入和读取数据 但如果要将ETCD用于项目 这样管理数据是不方便的 一般情况下 我们使用数据存储中间键时 可以使用可视化工具 更直观清晰的管理数据 也便于学习 比如ReadyStar DM ETCD的可视化工具 我正推荐ETCD Taper 安装成本更低 学习使用也更方便 进入项目的GateHub 就能看到安装方式 直接按照指引下载 解压运行脚本即可 安装后 控制台执行命令 可以在指定端口 启动可视化界面 浏览器访问 就能看到可视化界面了 ETCD存储数据的模式 类似于文件系统路径的层次结构 所以能够很灵活地 按照前缀查询 也比较适用于注册中心的实现 工具准备好了 我们就要学习 如何在代码中操作ETCD 不同的语言 需要的拓户端类库也不同 比如Java拓户端 推荐使用JETCD 同样打开官方仓库 就能看到使用教程 注意JDK的版本 必须大于11 它的用法非常简单 首先在May文项目中 引入JETCD 按照官方文档的示例 写一个增删改查的demo 那在这段代码中 我们使用了最常用的KVClient 来对ETCD写入和读取数据 除此之外 ETCD还提供了很多其他客户端 我们可以巧用编辑器的提示 来了解更多的用法 那我个人很喜欢这么干 只要多花一点点时间 就能探索到很多的新知识 最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Debug模式 执行上述代码 观察ETCD的数据结构 你会发现除了K和Value外 还能看到版本 创建版本 修改版本等字段 当一个键的值发生变化时 其版本号也会增加 完成这些操作后 大家就算入门ETCD了 怎么样 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那ETCD的入门成本是极低的 只要你学习过Redis Rootkeeper或者对象层属中的一个 就能很快地理解ETCD 并投入实战运用 那我们学技术的一个技巧 就是把新技术和老技术 进行类比和关联 熟悉一门技术的基本操作后 感兴趣的同学 就可以开启进阶学习了 首先是系统学习 通过看一套系统教程 学会某个技术的核心特性 并且能运用到项目中 像ETCD有很多特性值得学习 尤其是租约兼听机制 都是非常实用的 理想情况下 大家要掌握一个能力 就是能自发地想到 我要用某种技术或特性 来解决问题 比如说做分词搜索 就想到用elastic to search 所以多自主思考和敲代码 很重要 那网上有一些ETCD系统教程 但是我会更推荐看书和项目实战 那我在前段时间 也刚写了一套 基于ETCD实现注册中心的 手写RPC框架实战教程 感兴趣的同学 也欢迎加入我的编程导航学习 当你能够熟练运用一门技术后 才是最后的几个阶段 比如了解原理 深入圆码 修改圆码 甚至能够推陈初心 创造出一个类似的技术 不过 我反正是做不到了 机会交给大家了 狗拆元勿相忘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我是于皮 一名发如雨下的程序员博主 感谢您的关注和三连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关注